這是屢性高中生的傷 手臂右胸都有十幾公分的刀傷 縫了好幾針 還有右邊的肩膀 他住院十幾天 終於可以出院了 用背影跟大家報平安 爸爸說孩子到現在 看到事發過程的畫面 還是非常害怕 當爸爸的也是憂心 筆錄的時候 他有播放在認這個兇手 跟在砍他的時候 那個畫面他看到就會怕 因為說他看到照片 他說他會怕 所以現在設局 有要跟他心理輔導一下 呂先生說孩子出院之後 返家休養暫時不會去上學 接下來是暑假 預計下學期才會重返校園 之前他提出盾牌的想法 現在又提出愛心爸爸的構想 希望市府籌組一支 有軍警等武術背景的人 當志工隨車保護乘客 那你看短短一個兩分鐘 就發生這麼嚴重的事情 那不是沒有死人 就輕輕放下了 目前在讓頭上現在有警力 那半年後是否還有 甚至一年兩年後還有還有警力嗎 那如果我們做一個愛心爸爸的概念 讓捷運大家做得安心 呂先生也是警友隊的隊員 他說事情發生 警方趕到現場 估計最快要八分鐘 到場已經是善後 這次捷運砍人在兩分鐘內發生 不能有兩分鐘的安全空窗 他也說現在風頭浪尖 有警力保護 但是過了風頭之後 希望有個長遠穩固的安全網 TBS新聞許立凡 吳舒平台中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您是有關提議你 您晃的新聞 您是明前他 您明天 您對 您是明天